跟家里已经撇清关系了 他跟我说是 你还是自己出去奋斗吧 他连他家门他都不让我进 他说你这样别在我这睡 反正就是住天桥那会儿 特别惨 家庭原因 然后只能在外表 只能在外表睡 公园也睡过 一直在网吧流浪这个状态 可能是从17年开始的 对他们也没有别的什么情绪了 就是怎么说呢 陌生人一样的 也不会说有感性 20岁的人他应该是什么样子 他应该是自己的样子 他不应该是任何人眼中的样子 因为时代在不断地在变 所以你也不太了解他们 十几岁的人他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生活 都追逐什么呢 有什么样的烦恼 然后在困扰着他们的 哈喽 请问你是零零后吗 啊 啊 尴尬 没事没事不用紧张 你觉得现在你的生活怎么样 挺快乐的 蛮快乐的 一起逛街啊一起玩 只要两个人一块玩就很开心 怎么说呢 压力还是蛮大的 因为我现在除了吃饭睡觉 就是忙自己的事情 平时跑商业 酒吧住场之类的 我来成都有五六年了 就一个人也不知道干嘛 每天过得很饿饿饿的日子吧 上大一 感觉生活就日复一日了 就感觉寻规蹈矩 每天都过着差不多的生活 你们有没有自己想要追逐的生活 你把剧院辞了 就是全心全意去好好做自媒体 自有一点的人生嘛 就是不用被太多东西所裹挟 我希望我能够在 我还活着的时候 更广更深地认识这个世界 我们都是年轻人 也有那个勇气和能力出去闯荡 也要去看看祖国的大好佛山 去做自己没完成的事情 自己的梦想 男儿的眼光应该是放眼世界嘛 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 这世界能更广阔的地方吧 就是人生嘛 二十多岁的人他应该是什么样子 他应该是自己的样子 他不应该是任何人眼中的样子 好 哈喽 我想问一下你是00后吗 我是 对 您是刚下班 是刚接时回来 想问两个问题 就跟你聊聊 这边是一个节目是吗 对 一个综艺节目 凌晨0.00后 想问年轻人现在都在干嘛 那你租房子吧 没有住房子 等于说目前就是住在这边 就住在网吧里头 你在网吧住啊 对 那我们是要跟你一起去网吧 对 外边也冷 网吧里面也冷 对 那是 你在这经常在这住是吗 也是各个网吧之前辗转这样 你不是固定住在这一个网吧 明白了 那你就平时在这睡觉是吗 对 偶尔会洗头发刷牙这些 可能就在网吧厕所 现在网吧也可以洗腹的 就等于说是可以花五块钱 那边有淋浴间 我们那天还在说呢 说以前叫网吧 然后现在叫网咖 然后还有个地方叫电竞馆了 变成 那你的洗漱用品 都全都背在这个包里了是吗 对可以说是全部夹蛋都在这 现在网吧 好这么大的显示器啊 有时候洗头是在这边就尽量不影响别人嘛 就在这边着务间 在这儿洗头 对 那你一晚上在这儿的消费是大概多少钱 包液吧 包液大概30块35块这样 那你就这么一身衣服不冷吗 网吧一般在室内嘛 室内一般就还好 那你不动脚 这还带骷髅的 一般干力气活嘛 也会出汗这样 就可能就不需要穿那么多 那你现在就是生活来源是什么 做兼职还有自己也会在电脑上做陪玩 就打游戏陪玩 等于就是打零工是吧 对打零工 婚礼有展会或者说有聚餐的时候 他会招很多临时工去收盘子打杂这样 哦 之前武汉那个王家儿演唱会 然后我在里面当保安 然后再说那种酒店服务员 我们可能有中介的微信 就加很多群 然后在里面有时候需要兼职 就去看他们发的一些东西 我很好奇你为什么是这种生活方式 你喜欢的还是说就是 最开始可能不能说喜欢 最开始也是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吧 那时候是为什么呢 可能就因为家庭原因 然后只能在 只能在外边睡 不是只能在网吧 那时候除了在网吧还有 公园也睡过 公园也 一直在网吧流浪这个状态 可能是从17年开始的 到今年4年了 对 那还挺久了 还好 就等于说现在可能说就习惯了 对 习惯了 吃饭了吗 没有 那咱下去吃点东西吧 然后我们也就边这边聊呗 好吗 走 因为父母可能各自都有各自的家庭 成熟人家庭 对 各自都有成熟家庭 都有小孩可能就 就会忽略两年 不是说忽略吧 就可以说是完全不管我 等于说在家没饭吃 可以是这样说 我记得有一天中午放学回家 然后我去到家之后 我看到锅里有一整条鱼嘛 有一整条鱼 然后我到隔壁到旁边上个厕所一出来 只剩鱼头只剩鱼尾 大概就这样 然后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呢 我当天还是就着鱼头鱼尾去吃了顿饭 然后后面那个鱼头鱼尾的剩菜还在那里 就有鱼籽那些 对 那些东西 那些剩菜在那里 剩了两三天没有人做饭 然后那个米饭在那边煮的和西粥一样的 好像都坏掉了 就一直在那放了两三天 我没有办法 在家没饭吃 我那时候吃饭主要是去朋友家蹭 去同学家蹭 然后我会放学路上 有时候你会看到同校的一些 同校不同班 其实也挺陌生的 我会上去跟他们主动搭话 然后聊天说 就是找共同爱好 然后一起聊天说 一起去哪里 一起去他家玩 然后顺便蹭饭 对 初一初二的时候是有饭吃 是跟着奶奶 后面是因为奶奶去了广州 被大伯接到广州去了 然后等于说想让奶奶想想福这样 然后奶奶走了之后就这样 这原来是奶奶管的 对 原来是奶奶管的 对 奶奶有说要把你一块接回去还是怎么样 这个矛盾是怎样呢 就是亲生母亲 我在那边本来上学挺好的 然后学习挺好的 一切都挺好的 因为亲生母亲过去闹 过去 就是等于说看不惯 看不惯 看不惯 你怎么说呢 我的小孩凭什么要你来养 凭什么要你来教育 他自己又不教育 他那时候是已经有 好像是已经又结婚了 我是 对 已经又结婚了 然后 那你这个父母 我确实太无图责任了 还好吧 我自己对这方面看得比较开 对 怎么说呢 我就觉得他们能把自己过好就行了 我对他们也没有别的什么情绪了 就是怎么说呢 陌生人一样的 也不会说有感情 也不会说有别的 有一些有同样也是父母离异的朋友 他们是特别恨自己的父母离异 对 会有仇恨 我就完全不会说有那种情绪 就怎么说无感 别普通人熟悉 但是比家人陌生 你把你放一批吧 放一批 都放两批 就把那些签子全放进去 但是你现在 你就算给我一个家庭 你让我丢人管着我 我会受不了 那你有没有天挂的人 最主要就是奶奶 就是奶奶 奶奶是特别善良的人 然后被奶奶带大的 就什么事该怎么做都是 所以很多都听奶奶说 那你有没有想过 恢复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 就是不像现在这样子流浪在外 就是漂泊的样子 对 漂泊的样子 对 漂泊的样子 我觉得短期那个很难吧 我在同一个地方待不住 总是还是漂泊惯了 一直在外面到处漂 也自己去深圳 深圳那边电子厂 工地也都干过 就对于我而言 可能就是家庭方面 才踏上这场 就开始这种生活方式 但是 这个东西在我这里不算 创伤 对 就是极大的创伤 对 自己一个人反而想的东西 更思考更清晰 因为我并不详细地了解 就是她 她从那一刻开始 一直到她成长到现在的样子 她遇到了什么人 经过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想天性可能是很大的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可能也是她后天 接触到的人可能会给她一些影响 对 咦 这有人唱歌 对 外面演出啊 你看看看看看看看 大半漂亮 十八岁是天堂 我们的生活甜得相当 诚信一把 艰辛发心呀 轻松一下 agu dok 我 з 就 我 今天 我 谁 这首歌听起来好快乐 我好开心 是吗 这 又 moist 为 remained 小心 午 Special 像 传指 讲 像 ब 愉快 我 谢谢 谢谢 就是这个 来吧 得翻上来 那你不翻谁给钱 给钱 谢谢 好听可以点歌吗 可以 成都 成都好 开心 分别 总是在九月 回忆是思念的愁 深秋 那绿的水流 亲吻着我额头 在那座阴雨的小声里 我从未忘记你 成都 带不走的只有你 好听 谢谢 你好 想问问你是不是00后 你好 你是一直在这唱歌吗 经常 我在别的地方 就在人非常多的地方 你每天工作到什么时候 现在是 现在是刚开始 都到一两点 到一两点呢 对 有时候三四点 那你现在 就是 弹唱 现在是你的主要收入来源 对 然后还有直播 哦 你做直播 好帅 好帅 都没看见正脸 拍的是观众 拍的是观众 对 拍的观众是不是 嗨 大家好 你们都听拍的歌 好好听 都听到我 看见了 你是成都人吗 我是山西人 那怎么会来成都 哎 说来话成了 反正 成都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城市吧 我们这么聊 会打扰你工作吗 不会 那我们今天如果要跟你聊会儿天 我们换一个地方 可以 没问题 那你要不要跟直播同志们说一下 好 兄弟们 我已经吓了 就这么说完了 兄弟们 我一会儿回家再开啊 兄弟们 好吧 那你每天 也都是晚上出来 对 之前下午也出来 之前下午也出来 那你要从下午出来一直唱到晚上 两三点钟 那确实很累了 下午有可能就唱两个多小时 那你最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抱着其他唱歌 对对对 抱着其他 但是刚开始去上海 上海也不让 从上海我就到了广州 发现广州也不让 后来我就直接就去北京了 去北京之前是家里说是 反正你在外边唱歌肯定是不行的 说是直接回去吧 我爸给我打了电话 然后呢 打完电话那会儿我就跟我爸吵起来了 说是反正我北京我是非去不行 然后后来就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联系 然后借钱买车票去北京了 买的战票可难了 北京还有一个唱歌的朋友他在北京 他比我大几岁 想去投奔他 想去投奔他 结果第一天他 我那朋友说是 现在我还记得就是 他跟我说是你还是自己出去奋斗吧 他连他家门他都不让我进 他说你这样别在我这儿睡 住的地儿也没有 然后吃饭的钱也没有 反正就是住天桥那会儿 特别惨 然后还有地下通道 地下通道 地下通道我没有睡过 地下通道有点脏 他给我最有感触的就是他的那个笑容 就是你看他跟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 是一个大男孩一样 然后还很羞涩 然后他笑起来很灿淡很单纯 然后还很治愈我觉得 然后在大兴就找了一个酒吧当服务员 那青霸老板非常好 到现在我就印象非常深刻 那我说我想去露言 那老板就说是 啥的 因为我刚刚认识不到半个月吧 那老板就说我先给你买个印箱吧 然后 对对我特别好 所以说那个北京遇到一个非常好的贵人吧 去露言 然后就开始这个北京的生活就开始过好了 那为什么还是从北京走了呢 来成都也是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 就是我的几个朋友 他们说带我来成都玩 正好我们就来了这边就这条街 然后再往前面走就有一些小清巴各种唱歌的那种 我就上台唱一会儿歌 结果很多酒吧那种台下的氛围跟北京完全是两码事 特别好特别好 然后当天晚上我就打电话辞职了嘛 但是现在我就不这么认为了 我现在就又开始反感那种唱酒吧的生活了 还是自己这样自由自在每天特别好 原来我只有一生不避风中爱自由 那会怕有一千回的歌 那会用回料理想 谁人都可以 那会怕有一千千的风亡 我成为像比亚这种乐队走一个这种风格的乐队 那样就是我以后要走的路 香港的那个比亚这带给他的东西 可能是他他最这样的一个源头之一 或者影响他的一个开端 他爱唱歌 他爱唱唱歌给大家听 他演出的时候 他嘴角挂着的那个微笑 我觉得他很幸福啊 他自己感觉他自己也很幸福 继续继续我们边吃边聊 呀 烫啊 哦 那你在网上分享日常吗 还是说什么 就是流浪日记一样的那种感觉 哦 那你有没有一些粉丝 会觉得你这种生活方式很酷 就是有想效仿你的吗 会有 就比如说我那个背包 有一个粉丝 然后说他已经买好的同款 随便明年试一下 谢谢 所以他们经常会给你礼物 之前是有一条视频 不小心漏了电话 他们就支付宝给我转账嘛 哦 我把那条视频已经下了 他们支付宝给我转账 然后我都一一退回去了 还有一个 给我转账之后把我拉黑了 我没有办法退回去 啊 对 退不了 然后我直接就当时不是 好像是河南哪里水灾 然后直接捐掉了 我退不回去你就把那些钱捐了 对对对 就不太希望收这份钱 自己的一个愿望就是 就自己一个人自由自在地去 去各个不同的城市 各个不同的国家 现在也是在做吗 对 也算是在完成这件事吧 在完成这件事的路上 觉得自己还 对这个世界还是挺乐观的 到现在都还是一样的 应该的啊 现在你也不老 成功打算带床 准备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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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个城市打得去哪里啊 对 去地方 没去过的地方 我可能把它当做一个盲盒一样的 留一个个拆 然后西藏可能留到最后拆 西藏是最大的 对 我自己对未来抱有希望吗 这个 这个问题啊 我对那些景色抱有希望 对 我自己买一辆明虹光 把后座改成床 然后自己路上看见流浪猫 看有没有愿意跟我走的 对 所以带一只 对 他内心是一个我就很善良的人 我觉得 嗯 原来的颜生家庭就没有什么情感 但是呢 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很苦难的事情 而且他也在不断地自我学习 他也有渴望求知的那些 可能他都吸取了那些相对善良的部分 这还挺让人觉得尊敬的 谢谢你跟我分享你的生活啊 挺好的 接着走吧 加油 尊敬 尊敬 拜拜 挺特别的这个人 对啊 我觉得他挺羞涩的 很多人会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可能是他自己无法接受的 但他并不这样的 他觉得现在他挺快乐的 对 就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是无奈的就被动的选择了这种方式 但其实他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之后 可能就找到了其中的一些自在的东西在里面 我觉得 嗯 他也挺享受现在这样的生活方式 嗯 哈喽大家好 我叫陈慧婷 我是2002年出生的一名00后 现在即使我们宿舍已经熄灯了 我的寿友们也仍旧还在学习 还有一个寿友在准备海报比赛 那么我今晚要做的是 嗯 抓紧把一个参赛音频的后期减完 然后明天一早去给他进行上交 大家好 我是范嘉玲 嗯 2000年出生 现在也在申请研究生的阶段 而且今天刚刚收到了第一封offer 我现在还在纠结我到底是要出国去读研究生 还是回回家工作 我是2021届的毕业生 成为一名记者 成为一个新闻人 一直都是我大学时候的一个梦想 然后今年非常幸运的通过了云南日报的考试 成为了一名记者 我认为记者的工作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 虽然我们平时就经常要外出是比较辛苦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接触到了社会上很多的这个新闻信息 让我有了一个非常快速的成长 你们俩是情侣吗 还不算 还不算 但是 还有一个机会 对 就是我还在他的考核期 我们现在是单身的状态 这个是济南的特色吗 就是 可能是属于济南妹子的罗曼蒂克吧 太多人都是快餐式的恋爱了吗 现在的年轻人 他总是急于求成 三四天 认识三四天就开始暧昧 认识半个月就处对象 然后好一个月分手 那些妈妈其实 其实基本上都是我全部全部进入了 然后我希望我的孩子也可以这样的回馈我 就是付出的多就想得到的多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都不要给对方压力 就是最爱的人要是自己 我也希望他爱自己 对 我也希望我自己是爱自己的 总归还是满足 我觉得他现在还挺满足的 谁的青春不是青春的 对不对 我们还是得给对方有一个 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交代 对吧 我觉得每一个人在爱当中 肯定都有不一样的选择吧